曲名字 詞曲名字 推出 MIGA很小的時候 會近視於什麼 MIGA很小 像是S很小 所以 如果S很小的時候 可以怎麼樣近視 S跟E 比起來 S要不要看 S要不要看 S跟2比起來 S要不要看 S分之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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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可以嗎 沒有問題 可以 可以 這邊就是 jω分之五 不抱歉 這邊取大小跟角度 ω分之五是他的大小 角度j分之幾度 j分之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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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問題 會不會太快 會不會太快 都可以接受 好 再來 S很大 沒有人跟他比 要留起來 S很大 1要不要看 要不要看 不用看 這邊2要不要看 不用看 這個s三四方分之十 對不對 S再jω就是多少 jω三四方 jω三四方分之四 所以是 指數部分是 ω三四方分之四 那區數部分是多少 那區數部分是多少 提度 j三方分之一 就等於j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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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再來 這邊 十度部分 十度部分 這個等於什麼 十 J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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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Jω Jω 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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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副九四在這邊 長度怎麼樣 很長還很短 長度很長還很短 我們要去清零 長度怎麼樣 很長對不對 對不對 我在這邊就在這邊對不對 它是在第三項線還是第四項線 看這裡 第三項線像第四項線 我們改去清零和時數部分是 正的就是第四 負的就是第三 我們改去清零的時候是去清多少 正 負的啦 在這邊 可以嗎 可以嗎 我們改去清零無限大的時候 它會 幾度 九十度 九十度在這裡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它會從這邊進來 然後會進到這裡 了解 了解 所以會從這裡進來 從這邊上去 從這邊進來 它會不會通過時軸 會不會通過時軸 我去要看 Q度有時候 有可能沒有可見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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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那這時候G的剩下2J等多少 你把它帶進去看十數部分那裡 負3跟15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好 那它會不會通過虛軸 或者十數部分有沒有很等於0 不會嘛 除非我們在這邊偏當 而且 這次圖畫出來是怎麼樣子 從第三向線的下方出發 然後呢 那 那 跟十數相交的地方是什麼 負3分之1 發生在什麼地方 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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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是 Om7 可是Om7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這個就是 這一個三階系統 那另外一半長什麼樣子 就是它為什麼 對勝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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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它都會通過這裡 對不對 這叫做CRISPA 畫的CRISPA 也是未來我們會介紹的 會提到的控制器分析和設計的方法 代表考試五月也會考 出一個全車方便要引化在CRISPA 作業也會有類似 那我個人 比較偏好 這東西也是 最常見 最常用的 叫波特圖 波特圖 做三個 很簡單 我們不是要畫基尼基尼卡嗎 我們不是要畫基尼基尼卡嗎 對不對 那基尼基尼卡是一個什麼數 複數 對不對 所以它有什麼 大小 還有什麼 角度 對不對 那 而且 這個數字 或是這個角度 是隨著Om的改變 了解 所以呢 我就把這個東西 叫做 垂直軸 Om的 當作 橫軸 或是角度 當作 垂直軸 Om的 當作 橫軸 來做 對不對 那這個圖呢 就叫做波特圖 G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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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的 橫軸 對Om的 G0 像角對Om的 Om的 畫出來的兩個圖像 叫做波特圖 所以波特圖 是 一組有兩組 有兩組 有兩組 一個大團 一個橫圖 一個橫圖 而且 那你也可以這樣想像 剛剛我們不是講說 這個G0 是一個3D的profile嗎 是 對不對 那怎麼去想像這個3D的profile 橫皮墊鋪上來 圖釘定上去 竹竿蹭上去 就是這個3D的profile 特地對於G0 就用它去大型 對不對 那 所謂 上面這個第一個圖 第一個圖 跟這個3D的這個圖形 這什麼關係 哪一把菜刀 怎麼樣 從這邊 切下去 你得到的剖面 你看 這是虛蟲 切下去 看到的剖面 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 那個 那 像小部分一樣 拿個菜刀 連著去走 切下去 就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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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好 那可以叫波德圖 可是我們一般在畫波德圖的時候 我們重作標跟橫作標 我們不會直接用G跟OMICA 為什麼 因為常常我們在看一個系統 這個頻率變化 變化的一個範圍 不是1 2 3 4在變 而是1 10 100 1000 變化的範圍是很大 了解 就像我們在講這個頻率 1K 2K 1M2 M2 都是1D 變化的數量其實很大 可以嗎 就是我們有興趣的頻率範圍 1 2 3 4是1 10 100 這個範圍是很大的 所以你要在橫軸裡面 要把這麼大的範圍 要把它橫後 都兼顧到的話 這條方式是用鎖掉 用鎖盤 可動的一格就是十倍 那除了重坐標之外 除了重坐標 重坐標的G 變化的範圍是很大的 它的大小的變化不是一二三四 是一十倍 就像抑震震動的幅度 不是這樣一倍兩倍三倍三倍 一百倍 了解 所以對於它的mangular 它的大小部分 我們也會用LOG 這次就不需要 這次就頂多0到360 不需要再LOG 了解 所以用LOG 除了這個原因之外 讓我們能夠觀察很小很大 放了一個頻率跟正常的改變之外 它的好數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個標準的轉型材數 我們把它做音質分解 -p1-p2-pn 是它的極點 -p1-pn 是它的什麼 0點 可以嗎 那所謂的頻率想像是 本來一直在基於Jm1 在基於Jm1 那如果我要畫它的mangular 畫它的大小的話 我們就要取什麼 絕對詞對不對 那 那 取絕對詞 這個 乘考之後取絕對詞會等於什麼 個別取絕對詞會等於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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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會號 知道齁 複數相成是要取絕對詞等於個別的 複數的絕對詞相成 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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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它就會等於這樣 好 那 如果說 我要看的是它的log的話 所以我等號的右邊做log 等號的左邊做log 等號的右邊做log 等號的右邊也要做log 那log的話就有分子跟這個分子的部分有好多個一次項相成 對不對 分子的部分有好多也四項相成 成好之後再分相成 可以嗎 但是取絕對詞的時候 成法跟除法就會變成什麼 加法跟解法 那這是另外一個取絕對的好處 原本是成圖 我現在做加減 那做加減的好處是 未來如果我會畫這些一次項的這些波折圖的話 我只要把這些圖把它怎麼樣 加起來就可以組合成比較複雜的系統的波折圖 我只要我能夠畫這種一次或是二次的 因為有時候不能夠被解釋 共和複數的話 不能夠分明成一次 我只要會畫這些一次二次的波折圖 遇到更複雜我只把它加起來而已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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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那 取絕了之後 這些 每一項它的manage都是相加或相減 在鳳梅都是相減 分子都相減 那項角當然沒有問題 角度本來是怎麼樣 度數相成 角度相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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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分也沒有問題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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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波折圖 未來在 manage 在這個橫軸 omega這個部分我們是取肉 那種軸的部分 manage我們也是取肉 像假就不再取肉 那取肉的各位 我們這邊還是有幾個注意事項 因為我們要畫圖 比如說要用什麼來畫圖 要有一些common sense 這個要背一下 肉的2是多少 這個肉的就是 用10來當對性 我們不是自然就用10 肉的2要背一下 肉的2要背一下 肉的2是多少 0.3 1.0 肉的3 0.4.7.7 肉的5 0.6.9.9 肉的7 我也沒有背 至少2.3.5 然後7也可以背一下 然後7也可以背一下 1.8.4.0 而且背型 背在幹嘛 我們畫一個肉 這個重手是肉 重手是肉 肉格的話這樣一格 一格 肉格是0 1 2 3 4 對於真正的我們可以看看是多少 1 10 100 那負1的話是怎樣 0-1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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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1就是因為 這是10的0次方 這10的話就是10的1次方 2的話是10的1次方 可以 所以每一格 就是差幾倍 十倍 所以這邊一個Decade 就是可以 就是差十倍 那如果要你畫2的話 你要畫在整地上 畫2的話 你要畫在整地上 你要畫在這個區間裡面 可以 可以 為什麼 因為0 1是建於0 1跟10之間 所以2是畫在這個區間裡面 2的話在這邊要畫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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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佔用多少個 因為2.0 0.3 0.1 可以 所以你就從這邊 從1這邊 畫 0.3 就是2 可以 要 要 要 0.699 要 0.7 有 沒有問題 都會 都會 要 都會 所以如果說 欸 這邊 我有隨便兩個點 這兩個點距離0.477格的話 這兩個點的數值會差多少 差3 如果兩點距離差一個的話差幾倍 差0.699格的差幾倍 有沒有問題 同樣的 縱軸 縱軸這邊 log 我也可以這樣畫 這個 這個 畫在這裡 這個 這個 這邊如果是0 1 2 這樣 這樣這邊對應的是多少 1 對不對 這邊是10的一次方 10的平方 10的三次方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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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畫200 或是說 通常 我不會寫1 2 3 我會寫這個 這個 18 18 18 可以嗎 我會直接這樣寫 我不會寫1 2 3 4 因為那個很不直觀 因為我只會寫紙 那如果我要寫300 我會寫100 對 有幾個 4 7 7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這要記起來 所以 如果差1格的話 就差10倍 10倍 差0.301一格 差10倍 OK 那對於縱軸這邊 有時候我們會直接取數字 比如說0.1 1 1 10 那在控制系統 或是在 音響學 或是介入學 我們會用 還有一個另外的項目 叫做 分貝 叫什麼 分貝是什麼 這個 這個 舉動了之後 再乘以20 可以 好 舉動了之後再乘以20 所以 0.1的話 這幾個db 10 -1次方 所以 -1乘以20 是負二手db 可以 那 1的話 幾滴b 0滴b 0滴b 那 10的話 是多少 50滴b 然後背起來 就背起來了 就是離型之後自然就會了 1加1 2加2 就不用背了 就是離型這樣 1 2 1 1 2 2